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于他们这个NT2.0平台的车 所以这个其实外观我一眼看过去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惊艳 可能是因为现在外观都走的家族化 然后包括跟他的ES7、ES8长相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一眼看过去就是一个小的ES8 跟新款相比 但是它的配置整个我了解了一下 要比ES7还要高 一个是这个大灯的配置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座椅 因为之前未来还是有车主吐槽 它们那个座椅腰很疼 包括还有一些小小的负面 但是这个用的是2.0版本的座椅 虽然说今天没有开门也没有体验内饰 但是工作人员说好像是舒服了很多 所以到时候可以小小期待一下 那其实续航方面 其他的这些部分都是 他们家族的这个75度 100度的两个版本 可以换电啊等等这一系列 这样未来这个非常优质的服务 其实是一直在不断地拔高 他们整体品牌的形象 如果你喜欢未来这个品牌 喜欢高颜值高审美 并且又喜欢对你比较贴心的服务的话 那么你就在未来这一众车型里 找一个自己觉得价位合适的就可以了 这台车官方说价格有惊奇 那老款的S6好像是37-8万的样子起步 这台车大家细算了一下 因为ET5后面可能还会出一个ET5的旅行版 那那个如果再贵一点的话 这个要比那个再贵一点 我盲猜可能是36万 36-7万的样子 当然这都是瞎猜了 回头等到正式上市的时候再看价格 喜欢记得分享哦